没错美中台的紧张关系后续又有什么变化值得关注 其实也看到了原定美国参议院要审查的台湾政策法案 因为优先处理批准北约的提案 因此将会延后到下次才要处理 预计时间会落在9月 这也是第二次的延后审查了 而这众议院议长裴洛西才刚结束访台行程 现在美中台的局势 是不是也可能会影响到后续法案审理的进度呢 教授 确实是如此 因为美中台现在的紧张的关系 导致这个法案又第二次的延宕 这个法案其实本身就有一些争议 所谓的争议是指法案的内容条文 其实就有一些可能会造成中美之间关系 更加紧张的部分 我们说这次的从两个角度来看 所谓的这个法案的延后 内容的争议 第一个是时机点 时机点如果在这个时候继续在议长访问台湾之后 如果今天真的推上了参议院参议院的这个委员会来进行讨论 可能在时机点上会有刺激的效果 另外在内容上 我们刚刚说过 内容上其实也有刺激的效果 时机点的部分 希望透过延迟来审议稍微的等到这个风头过了之后 再来做一些讨论 可能可以减缓这个刺激的效果 那在内容上呢 恐怕接下来参议员们也必须要去重新思考 这个内容到底是不是要做出什么样的调整 或者是参议员们会坚持继续维持这样的内容 但是早是比较适当的比较缓和的时机 我们说台湾政策法案内容到底包括什么呢 台湾政策法案其实比较具有争议的 也许可能会造成美中紧张的部分 包括了内容是帮助台湾争取到更多的这个军备 甚至是提拨45亿美金的军够的预算 帮助台湾购买新的军事武器 另外也特别提到了台湾要提升成为非北约的盟友关系 这个非北约的盟友关系 虽然听起来好像是有一个更强的这个Commitment 但是最重要的部分 恐怕还是这个非北约的盟友关系 代表的是台湾将来在美国 向美国采购武器的部分 美国是会愿意把更新更好的 更先进的武器提供给台湾 这个当然就是说我们会担心 可能中美之间可能会有一些刺激的效果 再者其实在这个新的台湾政策法案当中 其实也提到了包括了台湾未来代表处升格的问题 以及AIT的处长是不是要升格成为准国家级的所谓的大使级别的这个位阶 接受这个参议院工厅会的任命 那如果这些动作象征性的动作都在在的显示美国对于台湾的支持 移升到一个准国家的地位 这个时候这个法案如果通过审议通过 可能就会让北京当局更加的认为说美国的一中政策原则 其实已经是虚而不再是不再是所谓的一中政策原则 这整体来说我们都在目前实际上还有内容上 恐怕都会造成中美关中美的紧张关系更加的升温 那一场访台之后呢 可能时间上面时间点上面要重新做思量 又换个角度而言 如果不是一场访台 或许今天在参议院这个这个法案有可能再进行一些讨论 但是就是因为一场访台之后 整个亚太的局势出现了比较紧张的这个氛围 所以在这个法案上面必须要做出一些调整 这是美方在国家的利益考量上面做出来的一些决定 这个也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美国的政界美国的华府 真的也不希望中美的紧张 紧张其去推升到真的兵凶站围的地步 是的张教授其实也提到了所谓的北约提案 也就是美国参议院投票表决通过 同意芬兰跟瑞典加入北约 不过这需要北约30个成员国的同意 先前有反对的土耳其 是不是很有可能会再次挡到来谋取自国的政治利益呢 教授 到目前为止看起来 北约的27个国家 大部分的国家是认为说 如果这些新的盟国 芬兰或瑞典加入会强化北约的整体的战力 毫无疑问的光是我们加总数字加总兵力 就可以了解为什么会有国家会有这样的想法 但是像土耳其就会认为说 芬兰跟瑞典的加入并不一定会增强北约的实力 另外他们认为芬兰跟瑞典 其实并没有满足北约的要求 当然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土耳其并没有从芬兰和瑞典身上 得到自己的要求 没有在这两个国家申请的过程当中得到满足 因为土耳其希望这两个国家支持土耳其一起来打击 所谓的库德族的反抗组织 所以这两个国家对于土耳其来说 土耳其可能会继续的采取 就是按照自己的国家利益 又或者是说土耳其执政党的利益来进行一些操作 如果这两个国家不答应的话 土耳其恐怕还是会阻挡到底 但是这其实也反映出来 目前的北约组织当中 针对不同的议题 其实大家都有不同的意见 要让北约组织团结起来 其实本来就很困难 那土耳其只是其中一个案例 在接下来的就是北约的合作的过程 合作的各项议案议题当中 其实也不见得会完全的走在一起 这其实是北约27个国家组织很庞大 会必然面对的问题 只不过美国现在非常希望 北约是非常团结 团结在美国带领的方向之下 所以如何跟土耳其进行斡旋 会不会跟土耳其在讨论的过程当中 也帮助土耳其 让土耳其得到相对应的一些满足 然后让芬兰跟北约可以快速的加入 这是我们可以观察的 那其实美国国内对于 要不要把北约扩得更大 再增加两个国家军事的实力增强 其实也有不同的看法 有一些分析认为说 总体的战力增强对于美国是好事 可是也有国家 也有这些专家认为 如果增强的战力只会强化 对于俄罗斯的冲击 会让俄罗斯觉得 更强化的北约 对他来说压力更威胁更大 压力更大 也必须做出更强硬的回应 目前在乌俄战争已经打了六个月 到现在俄罗斯丝毫没有退缩 虽然战争战场上面的进退 或者是胜败持续在发生 但是因为西方国家 即使团结起来 也没有到目前为止 没有完全的压制俄罗斯 所以当然我们可以想象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开始讨论 持续的持久战继续打下去 就算增加了两个国家 它代表的到底是一个稳定的力量 还是代表的是 可能要把战事更加的延长 或者甚至是扩大 我想这样的讨论 真的每个国家都从自己的角度 来出发来思考 这个是现在我们看到一个 国际关系进入多级体系之后 一个很典型的现象 各国关注自己的利益 会是非常的重视 在自己的利益上面会保护的更多 当然台湾我们也希望 大家可以更加的去重视台湾 到底在国际上面的真实的地位 以及如何保护台湾自己的自身的利益 这点非常的重要 好 谢谢翁教授针对美中台三方 以及是恶务战争局势最新发展 都提供我们最新的分析 非常的精辟 感谢教授